中国第二次挽救特斯拉 最受伤的却是印度 这期节目们说说这个话题 过去两天 对于美国电动汽车行业的龙头老大 特斯拉公司来讲 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转折点 特斯拉老板马斯克低调的访问了中国 待了不到一天 然后就离开了 连正在北京举行的火热的车展 也没有去看 时间虽短 但马斯克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承诺 中方同意特斯拉汽车 在中国的道路上收集相关的数据 经过脱敏处理以后 这些数据可以传回美国 用来进行自动驾驶AI软件的训练 这意味着特斯拉的自动驾驶软件FSD 有望在中国落地 特斯拉中国网站 已经对此做出了预告 马斯克的访华 取得了立竿见义的效果 在短短几个交易日之内 特斯拉的股价就上涨了40% 显然是受到了与中国达成协议的利好刺激 可以说这是中国第二次挽救特斯拉了 就在一周之前 特斯拉公布了今年第一季度的销售业绩 营收下滑9% 净利润跌去了55% 特斯拉被迫宣布全球裁员10% 这是特斯拉从上海工厂涂产以来 面临的最大一次危机 导致其股价从不久前的高点299美元下跌了53% 4月23号 马斯克公布了特斯拉公司向AI战略转型 未来的发展核心将放在自动驾驶技术和AI机器人 接着他就策划了这一次对中国的偷然访问 成功扭转了特斯拉的股票价格的颓势 再一次翻红 马斯克虽然在面向投资人的财报会议上说的钱是AI 但是真正技术的大招 还是中国批准FSD在中国落地 中国第一次拯救特斯拉公司 是批准特斯拉在上海建立超级工厂 并迅速的土产 从2019年1月7号电机 到2019年10月23号正式落成土产 第一辆汽车下线仅用了不到10个月的时间 这是只有在中国才能实现的奇迹 在此之前特斯拉仅有美国工厂土产 多年的亏本运营 投资人已经开始不赖烦了 特斯拉的股价开始暴跌了 正是上海超级工厂的高速土产 并迅速的扩大产能 而且依靠中国供应链的廉价高效 特斯拉在短短几个月中就扭亏为盈 创造了神话 从此特斯拉的股价是一漏高深 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汽车企业 这次马斯克的突击访华出人意料的是 受伤最大的居然是印度政府和大批的印度网民 印度政府一直势头拉拢特斯拉到印度去建厂 以帮助印度实现电动汽车行业的起飞 最终能够与中国一决高下 为此印度的总理穆迪在过去两年多次亲自出马 做老马的工作 还专门颁布了新版的汽车业税收政策 对电动汽车的生产降低了进口零部件和整车的关税 今年以来 印度政府一直期盼着马斯克访问印度 敲定建厂事宜 但是马斯克却一直以公务繁忙为由推妥 结果这几天就访华了 这不是明着打印度的脸吗 最近两天 印度网民在社交媒体上是群情激愤 有责骂马斯克的 有哀叹印度不如中国的 还有的梦想着印度的电动汽车崛起 把特斯拉急倒闭 一如他们以往面对一切打脸印度的事实 所做出的反应 我们当然不必在意印度人的反应 想必马斯克也不会在意 关键是这一次中国为什么要对特斯拉开绿灯 我认为有两个方面的考虑 一方面是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 已经进入到了下半场 整车制造的产业链已经足够的成熟 在全球的优势是十分的明显 已经开始在自动驾驶技术方面发力 而特斯拉的自动驾驶技术 又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我们再次引入特斯拉这条鲜鱼 目的就是促进国内自动驾驶技术领域的竞争 培养我们自己的狼群企业 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 另一方面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考虑 面对美国政府以冷战思维 来对待一切经济活动 动辄对中国企业进行制裁和打压的做法 我国政府就是要给全世界树立一个榜样 中国才是全球自由贸易的维护者 依法在中国做生意 有无比灿烂的前头 这就是中国的大国气度 在中美大国竞争愈演愈烈的时候 相信会有更多的国际企业选择中国 好 这句话就评论到这里